我是建国兄弟 是1981年生的 做新闻艺术差不多做了10年吧 建国兄弟他只能表明我的一个立场和卡组在里面 他在英文里面是疯子 怪人 这两个月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关注言论自由 最近几年公共研究空间越来越多说 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对公共事务不发言沉默 然后就有了那个意见举报神器的这个想法 然后就浩南野村就是其他的项目 我就邀请大量的网友也一起来协助写敏感词 大概有一百多位网友吧 参与进来了 提供大量的那种就是敏感词 博手欢迎的词 是为了做那个自我举报试验 后来还举报了《环球时报》 花了50块钱 举报了25次《环球时报》 我避得30天 一方面是抗议言论自由权利在中国的处境 另外一方面就是像新冠疫情期间 打出真话跟挖掘真相的记者致敬 30天说了9句话憋不住嘛 就不小心接接的话呀 然后我自己戳了自己16个耳光 我破坏了这个规则 那肯定就要得到惩罚 就像社会上 如果一个权利让个人闭嘴 个人不闭嘴 他一定会得到险阴的惩罚 其实我坐上座都是跟自身的招意出发的 就是关注一个人如何活得有尊严 做尘埃计划 就是跟空气相关嘛 就是能呼吸清晰的空气 然后做水屋啦 就是一个普通人能不能喝上干净的水 再到现在原来自由是能不能自由说话的权利 这个是你红线也越来越近 但这个近可能不仅是我自身的原因 可能这个红线它会移动 它朝我越来越近 可能是除了朝我 可能朝所有人都越来越近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